马华总会长魏嘉祥宣称 马航吉隆坡飞往沙巴陡湖的经济舱单程机票 涨到3138令吉之后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表示 实际上4月20号的马航经济舱机位早已卖光 陆兆福解释 马航当天从吉隆坡飞往陡湖的航班只剩下商务舱 而且票价是2863令吉40仙 并不是魏嘉祥所说的3138令吉 根据陆兆福 这是他联系了马航集团执行长伊兹汉之后取得的讯息 并直言魏嘉祥身为交通部前部长 肯定明白商务舱和经济舱机票的分别 陆兆福也表示 将会在明天中午12点召开记者会 说明加节航班增加的事宜 无论如何 魏嘉祥叫后发布面子书视频 强调自己并没有说谎 他出示自己和助力 在今天三点半左右 通过亚航手机应用程序 所查询到的机票价格 重生吉隆坡飞往陡湖的经济舱机票价 确实是3138令吉 我确定没有保护 经济是3138 现在是338 为什么3138 一手机用程式的应用程式 3138 为什么这些失望在网站上 要被复杂 所以不要拒絕我 我只是拒绝拒绝 所以就会让民生 我拒绝 根据当今大马在亚航网站搜索的资料 4月20号从吉隆坡飞往陡湖的航班 部分的经济舱机票价格是3138令吉 还有最低价格的2222令吉 而按照同样的输入搜索马航网站时 有关网站只显示商务舱机票 机票价格从2863令吉37仙起售卖